一群人沿著圍牆席地而坐 因為好不容易來到醫院 卻不得啟門而入 這裡是蘇丹唯一的海港 蘇丹港 自從4月中旬 內戰爆發以來 已經有超過10萬人逃到這裡 除了因為這座城市 在政府軍控制下相對平靜 更有部分人希望能搭船 穿越紅海逃到沙烏地阿拉伯 但大量難民湧入 醫療量能已相當吃緊 雪上加霜的是 許多醫院又嚴重人手不足 大量病患湧入少數海營運的醫院 為了節省人力 方便管理 只能讓許多病患共處一室 卻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 除了傳染病風險 因為頻繁停電 藥物短缺 慢性病患者也無法得到妥善治療 還有許多重大手術必須推遲 但在持續擴大的人道危機中 蘇丹港的醫療困境 恐怕在混亂落幕前都難以改善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